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新年快樂 今天的天氣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所以在全臺雲量都偏多 而且還是比較偏冷一點點 尤其是北部跟東北部地區的話 今天一整天都是感覺比較偏濕冷一點的 那在中南部跟花東地區的高溫 也都只有十九到二十度而已 詳細的情形 我們來看一下地面分析圖 我們從地面分析圖可以看到 高壓的位置目前在長江口附近 距離我們臺灣非常近 而且等壓線略微密集 因此今天可以感覺到比較冷一點點 明天天氣如何 我們再來看一下預測圖 從預測圖上面可以看到高壓位置 依舊在長江口附近 所以明天白天的時候 我們還是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天氣是跟今天類似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北邊的高壓有略微南下 因此在明天的晚上之後 寒流是逐漸的南下影響到我們的天氣 在各地的溫度都是逐漸的下降之中 預測北部的最低溫 甚至可能會來到十一度 而且氣象局發布了低溫特報 針對星期三星期四的天氣 可能都會有因為寒流的影響 在嘉義以北到宜蘭地區 以及外島的金門馬祖 沿海空空地區 在清晨跟夜晚 可能都有十度以下的低溫 請濃餘養殖業要嚴防寒害 大家也都要注意保暖 另外在北部跟東漫部地區 還是容易下雨 中南部的山區 也有一些短暫震雨 發生機會 所以請大家出門記得攜帶一句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局提供 好 明天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台灣各地的氣溫明顯下降 尤其是北部跟東北部會特別冷 中南部的日夜溫差也很大 全部地區可能會出現短暫雨 我們來看看各地的氣象資料 來看到北部地區除了新竹是陰天之外 其他地方都會下雨 氣溫最低13度 最高16度 中部的苗栗台中 彰化南投和雲林也都是陰天 氣溫最低12度 最高21度 南部的嘉義和屏東不會下雨 但是台南和高雄的降雨機率大約有三成 氣溫最低14度 最高22度 東部地區從宜蘭花蓮到台東 都是陰游雨的天氣 氣溫最低13度 最高21度 外島部分的澎湖和金門是陰天 馬祖是陰游雨的天氣 我們再來看看未來三天 可能連續都會受到寒流的影響 我們首先看到在北部地區 連續三天都是陰游雨 而中部降雨的機率比較低一點 南部明天陰游雨接下來會轉為多雲 但是東部和外島可能連續三天 都有降雨的機會